最近社会上的不公正的事情越来越多啊 上层社会是人捧人 中层社会人比人 底层社会是人采人 所谓的上层互助 中层互卷 底层互害 那么结合最近的一些热搜事件 来谈一谈如今的这种社会形态吧 还有我自己的一点想法 咱们还是边走边聊 先说一下底层互害 底层人采人吧 最近的杭州发生了 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事 就是物业的保安和外卖骑手之间的冲突 8月12号杭州某小区的物业保安 与一名据说是女骑手发生了争执 最终导致这位骑手被迫下跪求情 最后警方通报是男骑手并非女骑手 这个事件迅速的在网上传播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讨论 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服务纠纷 更像是当前社会当中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一次集中反应 首先我说外卖真的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行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送餐员在这个行业当中 在中国绝对是底层和弱势的地位 你看从去餐馆等餐的时候 会被餐馆老板黑脸 到路上送餐路上 交警和管理部门有可能会处罚他 到了进小区的门口 保安可以随意的阻拦 再到送到买家手里 买家可以无理由的给你差评 还有就是中间路途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潜在的交通风险 以及最后平台也有可能 因为你在任何一个环节掉了链子 服务态度不好 直接把你的辛苦钱扣得一分不胜 你会发现在整个这个行业当中 无论哪个环节 外卖小哥都是弱者 所以你应该能够理解吧 他们的冲突并非源自个人的恩怨 而是深深植根于 当前社会结构当中的不公与权力失衡 包括这个物业保安也是同样如此 那么其实底层互害 不只发生在保安为难这个外卖员上 比如说物业为难清洁工 打工人为难打工人 这种事情 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而且发生的很多很普遍 是吧 网上有一句评论 我觉得是一针见血的 叫做底层人往往有一丁点权力 迫害底层比谁都狠 是吧 别的事情呢 我也不想再多举例子 我再补充一个我身边发生的事 我毕业以后也不算中产吧 我是从底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呢也睡过地下室 那个时候我就接触了牡丹园嘛 就是那里边是比较偏低层底层的一些群体嘛 而且我也记录过他们的一些事情嘛 在这个频道里发布过嘛 然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后来这个公园里的那些一些狐朋狗友吧 总是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一些微信群QQ群 最后我都拒绝了啊 他们给我拉进去我就退拉进去我就退 为什么呀 因为在那个群里边的那些朋友们 无论走到哪都只是就是互相之间凑在一起 讥讽讽刺欺负比他们更弱小的 并以此为乐 而且呢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呀 那些被嘲讽的那些对象啊 他们也在这个群里还特别心甘情愿 觉得这是心理素质好的一种表现 甚至是还跟对方去斗贫是吧 互相去斗嘴 能够一斗就斗好几天 这就使我看到了就是底层之恶吧 就是当然我不能以偏概全啊 但是我觉得啊 在这个群里边以及在公园里边的这批人 可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就是第一个叫底层人采人 底层互害模式 我现在打算去河北一趟 乌云密布的要下雨了 我现在来到的是中产狙击地北京国马啊 咱们接着来下一个中产的 中层是人比人互卷啊 就在前几个月吧 Manor咖啡店 大家都知道吧 冲突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嘛 Manor这个咖啡都爆出了三起冲突事件 是由于顾客不断的催单 与店员沟通不畅 情绪失控所致嘛 这些事件我觉得不仅仅是底层互害了啊 和上面那个外卖员和保安的冲突性质完全不同 它恰恰是中层互卷 中层人比人的一个导致的最坏的结果啊 咖啡奶茶店在国内是便利开花嘛 我看这几年啊 就是咖啡奶茶店卷到飞起吧 就是打产品站价格站服务站已经很多年了 就是价格低就要求员工忍气吞声的 整个行业特别的内卷嘛 然后一方面要求这种公司内部高强度的监控和严格的工作流程 一方面呢 面对顾客你还得微笑服务不耐烦 没有任何怨言是吧 服务效率要很高 然后服务好必须要求员工去忍气吞声的 导致他们最终还是情绪失控了 然后呢出现了这种暴力行为吧 我看有一个内卷的比喻挺精彩的 就好比大家在一个电影院里围坐在一块看电影 突然第一排的人全部都站起来了 那你肯定挡住后边人的视线了嘛 于是后边人也都站着看电影 直到电影结束是吧 其实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 什么样 每个人都得站着看电影的时候 和坐着是一个角度是吧 并没有因为你站着看电影你就能看得多 而更可气的是前面那排人突然又垫起脚尖来了 现在于是后边人也得怎么样垫着脚尖看 很累但是没有办法 这就叫内卷 离开了我们东亚文化圈 我们再到西方的电影院里 他们是怎么看的这个电影呢 第一排的人不仅不站着看电影 他们后来还躺下了 然后后边人呢 看到第一排躺着看电影也很舒服 于是后边人也都躺着看了 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躺着看的角度和坐着也是一样的 对吧 而且你不能坐起来 你一旦坐着看电影 那后边躺着 你就给人事件打上了 是吧 人家后边人就不干了 因此你看西方那边人家是反卷反内卷是吧 其实这种内卷的环境不只是体现在中国吧 东亚整个文化圈都是如此吧 卷完自己卷其他人 卷完其他人又卷自己的后代 大家知道除了货币以外啊 还有什么当今是贬值速度最快的吗 在中国的话那就是学历啊 因为所有的中产家庭的家长都在拼命的给孩子加码上各种的补习班辅导班 都在比拼学历是吧 卷到最后大家现在都是本科毕业了 甚至是硕士甚至985211名校对不对 所以本科硕士学历这个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了 这就是内卷的后果 这中层啊中产啊就是人比人啊 就是中层内卷 你看我现在已经到河北了 这后边就是美丽河北 今天在去河北的路上下了很大的大暴雨啊 你看这窗户上 汽车现在都快变成轮船了 这是北京和河北交界的那条河 叫朝白河 有人问我说河北北京有没有边界墙啊 是没有的 大多数地区都是没有 你看这河北这小区的路还是坑洞洼洼的 上次我就走的这个踩了一个坑 然后就骨折了 脚踝骨折 没辙 这没人给你修啊 再说下一个就是上层人捧人 或者叫顶层互助 富人之间互相吹捧 互相成就 和底层人是不一样的 你帮我我帮你 然后争取把事业做的更好 老实说啊 我没有达到过这个层次 认识上层顶层人士还是有限的 所以我不好做多评价 但是我认识过去有一个朋友 他算是一个屌丝吧 生活本来很清贫 住在地下室 但是他和其他住地下室的狐朋狗有不同 就是他总能在北京认识一些大老板呢 富二代官二代呀 然后创业的海龟呀等等 跟他们聊的很投缘 后来呢 有一个老板就很信任他 把他列为了合伙人一起做一个项目 然后这个老板呢 动不动就给他投个什么几十万上百万呢 然后我当时还挺纳闷 我就问他 你是怎么认识这种人呢 就跟你的阶层不一样 他回答说 多跟社会上混得不错的人成为朋友 并且学会借力 这个词借力 互相帮忙 就这个词我记得特别的清楚 就是说他们找你聊天 肯定是内心当中有需要别人理解 或者是需要帮忙的地方 聊天的过程也是互相对接资源的机会 你缺的是钱 但是对方并不缺钱 他们可能缺的是经验 某个领域的知识储备 或者是某种关系人脉 就是大家各取所趋 是吧 这就叫借力 能爬到顶层上层的人 一定是懂得相互借力的 后来我这个朋友英年早逝 有点可惜 不然现在应该也成就一番事业了吧 其实小到个人的话 大到整个国家和社会 我们都应该明白 就是上层互助 加强合作与有能力的组织 国家合作永远都是对的 就比如说我们和美国科技合作 国际间的疫苗研发合作 是吧 只有那些特别low的人才会觉得 我们不应该跟他们合作 是吧 我们就应该闭门造居 或者是跟别人合作 关键的时刻是别人占我们的便宜 总有这种心态 还有一个人说什么 合作共赢理解就为双赢 双赢就是我们赢两次 让别人就一次都不赢 其实这种思维就是底层互害的思维 还记得这个屋子吗 我早期的很多视频就是在这录的 刚出家门的时候 我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碰到了一个邻居 他是七八年前装修搬进来的 和我一层楼是一对来自内蒙的老两口 疫情三年以及之后一段时间 我都从没有再见过他面 所以这次看到尤为亲切 他刻意问了我一句话 你的父亲呢 我当时一愣 我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因为当时他跟我父母都聊过 这个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 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小人物 被这个时代的洪流推着往前艰难的行进 在这个星球上也许只有自己是主角 其他人不管和你多么亲近都只是客串 这雨总算停了啊 但是还是非常的闷热啊 最后说一点结论吧 普通人想通过奋斗改变阶层 不太可能了 在现代这个社会 就是资源呢 集中在原来就有背景的人的手里 并且呢 他们抓得死死的 是吧 你普通人是拿不到资源的 另外还有一条路 可能有的人会说 几个穷人在一起合作一番事业 这个理论上是讲得通的 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呀 因为穷人的天性就是互相采过 穷生奸济父长良心这种说法 可能以前我会觉得嗤之以鼻吧 但是现在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又要回京了 从河北到北京 经过检查站 等待有十几分钟吧 因为比较堵车嘛 这次让我挺意外的是 以往都是车上上来一个人挨个检查身份证 这次呢 只看了一眼就下去了 然后我们就顺利进京了 这是这次回京的一个感受吧 下个礼拜可能我的泰国DTV签证就要出来结果了 敬请关注吧 希望您能点个赞订阅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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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